文明好 当国际或是对岸在看我们今天的咨询或是以往的咨询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他的领土在他的护照上面明确的标明的 包括现在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土啊 这一点我们只是在这边要求你 那你也拿不出什么办法而且还要浪费这个笔墨跟通信费用 结果没有达到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空炮弹一直打 就像这个早期蒋介石蒋经果在这个欺骗台湾人民一样 空炮弹一直打那边呢越打越繁荣 他们很清楚啦 然后今天厦门比金门呢进步了几十年 这是我们打空炮弹然后跟他马上这个喊话的结果嘛 这个叫做自欺欺人 那么这个自作内不可活 那今天呢我一直这个勉励你啊 如果能够当上大陆委员会这个主任委员啊 他不是要下第一就上天堂 结论是这样子 因为富台爱台也是看你 这个卖台害台也是看你啊 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 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啊 那你要只能二则一啊 你只能二则一 所以我现在建议你的做法很简单啊 参考他们当时啊 台台胞 他们的台胞 他们撑的台胞到中国去啊 如果这个国籍啊 谁中华民国 华战 华掉 华战 你知道吗 那为了去那边赚一点钱 那有些呢 是为了去那边好奇 看看 看看这个我们中华民国教育的成果 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统治的土地啊 把它描绘成 是这个怎么讲 什么锦绣三合啊 等等等等啊 所以被华战 被华战 委员这是您的意见还是民进党的意见 不是我的意见 民进党的意见 这是故事啊 我也说要以后他们来就叫他们罚战 没有没有 不要罚战了 我们是友善的国家 是啊是啊 不是要随便罚战外人呢 我们中华民国是对 我是说当时啊 当时他是这样对待台湾人民啊 结果台湾人民有些没有骨气的 照样去啊 欺负于他啊 有骨气的 我回来 结果 不让他回来呢 抓起来 早期是这样的 但是 这样的故事层次不穷 可是呢 投资无门 他当时是这样对待的呢 如果没有六四条门事件啊 今天没有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开放啊 因为六四条门事件 联合国要经济制裁他 只有台商 那个说 响应他们的开放政策 那刚好台湾 自己啊 经济不 这个不 经济的治理不争气啊 所以呢 中小企业 找不到地方逃亡 结果一下子过去了 这过去了 让台湾的经济 多活了几年 1990年代 开始到现在 台湾接单 中国生产的比例 高达一半啊 那也为台湾赚尽了多少 这个出口顺差 的外汇 如果没有台湾对中 法人民共和国的 贸易顺差 我们现在是一个 逆差的国家啊 所以台湾自救 逃亡中国 然后满足中国 这个反联合国经济制裁的 这个目的 这些都是老天的安排吗 但是今天 自作内不可活 所以 我是说 当时他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要我们的时候 对你特别好 就像要台湾的时候 六四天门事件 他自作内 结果我们救活他 好 那台湾的经济呢 自作内 台商呢 救了这个政府 但接着下来呢 现在奄奄一息啊 好 经济不晓得往哪里走啊 一片茫然啊 那年国阁 好 开始断送啊 造成国际混淆啊 现在影响台湾 外来直接投资的 最主要的障碍因素 就是让国际社会 认为台湾承认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会 一不会 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子 不是绝对不会 国际观感就这样子 我都可以找人证来跟你讲 不然我们FBI 好 这个 这一个 直接的这一个 外来的投资 怎么会 四十一年来 四十一年来 第一次的 这个逆差呢 好 四十一年来 第一扁逆差呢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呢 都是 不是最近中国这一两年在国际强力的好放送 让国际社会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不是说你承认 我相信两千三百万人都不承认 但是中国这样强力的作为 你没有把关 所以现在我给你具体建议 你不可能在他中国你所参考的 台 这一个中国人民 或是所谓的大陆课 进来的时候你不可能那么没有礼貌的 那么粗糙粗鲁的 在他的护照上面跟他批注 或是跟他画叉码 不敢 不敢 不是 我们不承认他的护照 不是不敢 是不承认 所以不会在他身上 不承认所以就 不承认所以就不理他 不承认就让他自己 要为所欲为 不是不是 这个什么逻辑啊 这个逻辑我们有办法接受 菲律宾越南 这逻辑你也不要想变 点点可好了 菲律宾越南也是这样子 他们现在也是用 他们学我们类似的作品 他们现在为了这个 他跟他换掉 没有没有 他用那个另发一张签证纸 结果他们现在盖章 也是盖在他们自己发签证纸 结果跟我们的作品变得很像 那现在进一步的周围啦 我是建议你啊 你参考看一看 入台证我们自己可以 自己这么硬嘛 对 对不对 你入台证啊 我晓得入台证这个长得怎么样 我没有看过啦 好 入台证啊 中华民国国旗 那么那么复杂嘛 来来 那个 一四年拿给我 不要让他来 不好意思 一四年帮你帮我 帮你帮我 来我看看 这是两面吗 还是一面 这是封面 还有三页 啊 整个入台证是怎么样 它是双面的 我是建议啊 要再找一个地方哦 等一下 印上一个 印上一张地图 这张地图标明 台湾海峡的中线 然后一边呢 是中华民国 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现实啊 哦 这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 我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否认啊 是你们讲的啊 互不否认但是 互不否认所以把互不否认的事实 我们本来冤枉我了 你把这个现实 互不承认中华民国 互不承认中华民国 左边 因为北边在上面嘛 左边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右边 中华民国 然后中天条线 就是台湾海峡中线 印这张地图 你说会违宪吗 违宪 印这张地图 你会违反现实吗 违反政府的政策 印这张地图 是你的一中各表 印这张地图 是合乎 合乎你要维持的现状 所以你现在现状放弃了嘛 表面说你不承认他 其实现状放弃了嘛 你不承认他的目的是要 是要来欺骗自己说 你没有 这是两岸关系这几年能够开展的基础 你没有呼应他 其实呢 你不理他的结果 他是为所 为所他之欲为 而继续存在 那造成的是国际观感 国际印象 对台湾的误解 认为说台湾已经承认 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称中国的一部分 这实质的效果 我现在跟你讲实际 讲现实 讲实际 讲现实 推论出实质的作用 实质的作用 所以现在中国很厉害了 他遇到 遇到台湾去的 不管官方民间 他绝对不会跟你说 要统一啊 但是你看这一次 孙女后来他怎么讲啊 孙女后来他怎么讲啊 他明确了在这边宣导啊 四大条件啊 要这个 巩固与顺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有四个要件 一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二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三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 四坚决反对 引号台独分类涂抹 他说 趁机啊 趁机在先导他的立场啊 趁机啊 在自助性行销他的政策啊 那你连这个现实 台胞证我们自己印的 就把你可以在你的护照 世界各国跑 然后把台湾的领土 中华民国所统治的领土把它印 印成他的 那我们不能在台胞证 上面 我们自己所 花的这个证照 证件上面 刚他 帮他 弄清楚说一边是中华民国 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连这个你也不敢答应 还可以有强骗 这个就是变一边一国啊 你是误会宣传啊 没有这个是变一边一国 还可以有强骗 是是是这样子 来来来表情看看 我这样说合理不合理 可行不可行 会犯什么国际划 会出路谁 你不敢这样做 只是丧失了 民进党自己 丧失自己立场嘛 给他叫起来嘛 就是这样子啊 哎呀 妄斗台湾骗台湾人民啊 蒋介石集团在 骗台湾人民几十年了 搞成台湾今天这样子啊 如果当时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进入联络国 那个时候 只要一个 不要说所谓的汉贼不良力 汉贼不良力是用来骗自己 骗人民 结果是害了人民 成就了他的历史定位 所以回顾历史啊 我们接受了教训 为什么还不结形呢 我们只是要走到哪里去啊 难道要把这个四百年的时候 奋斗的成果 这个民主制度有断送掉吗 要把今天经济 不晓得往哪里走 继续弥乎下去吗 所以啊 这个 这个陆委会啊 陆委会啊 我说的 你的结果 只有两条路 两个选择之一 一个是上天堂 一个是下地狱 一个是卖台害台 一个是爱台赴台 连这个现实 现在民进党接受这个现实 都内乱了 你知道吗 接受这个现实都内乱了 你知道吗 民进的目标 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发展 实实上 不要自欺欺人 只有一条路 就是台湾变成国际承认的 独立自主的国家 不然就没有民主自由可言 独立自主国家以后 接受人民的选择 怎么跑比较好 要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州 还是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合并 还是选择继续维持独立的现状 那是以后啊 当时你现在自欺欺人啊 大家不好意思搞争议啊 要让你们中 要怕你们这个 为非坐宅 独裁的这个 专制的这个 这个国民党 在台湾造成内乱啊 所以忍受 而忍受的结果变成投降 变成欺负 变成自我断送前途 走入这个使务统 如果要跟中国统一 何必民主自由在那边争呢 何必设立立法院呢 所以我们的立场是不同不独不武啊 那是一个过渡嘛 但是这个过渡里面连这个现实你都不敢讲 把台湾海峡中线发出来 一边是中华民国 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都不敢自我表明 我该表达表达清楚了 让全民啊 让全世界 让历史看得见 你会变成罪人 还是变成 一个 这个爱台湾的 一个 真正的台湾子弟啊 施是 谢谢 谢谢 please crochets queremos